当这个70岁的老人迎来人生第二春 在这家有可能打败马强东的电商公司 老本与人均30岁以下的办公室显得格格不入 第一天上班 年轻人的办公装备 充电宝 优盘 还有小网 外加一台智能手机 反观老本的办公装备 一台过时老年手机 计算器 老花镜 还有一个小闹钟 看同事的眼神就知道 这里并不适合他 可偏偏老本不信邪 想当年自己也是印刷厂副总裁 区区实习的工作怎能难倒他吗 于是他被分配到创始人安迪手下当助理 年轻漂亮的安迪有着奇怪的爱好 整天在办公室里骑自行车 每骑名曰节省时间 跟人交谈时不喜欢对方不眨眼睛 老本想方设法的己眉弄眼 安迪告诉他 招老年实习生只是做做样子 不用这么伤心 所有工作内容都在邮件里 回去等消息就行 这一等就是一整天 邮箱都截蜘蛛网了 也没看到任何工作安排 即便如此 老本依然准时起床 迎接新一天的工作 没事就帮同事推推车 交流交流自己过去的销售经验 反正只要没事做 就自己找事做 安迪一度怀疑 为什么这个助理比自己还忙 终于老本等来了自己第一封邮件 原来是帮老板洗衣服 可他一推门就听到了不该听的东西 投资人认为年轻的安迪缺乏经验 要找一个总经理跟他一起管理公司 这就意味着他不得不把辛苦经营的公司 拱手让出一半 老本装作刚进来的样子 不发表任何疑问和关心 拿了衣服迅速离开 同事想打听里面发生了什么 他假装说自己耳背 什么也没听到 看到独自一人伤心流泪的安迪 他决定要为他做点什么 公司原本有一块摆满杂物的桌子 这是安迪最头疼的区域 结果第二天那些办公垃圾全部消失 安迪那是一个心花怒放 当得知是老本早上七点就来收拾 更是对这个老年助理有了一分好感 老本赢得了全场的欢呼 在这个年轻的公司 一点点成就就能够收获掌声 还有内部按摩奖励 也就是在这一天 老本认识了按摩师阿戴尔 虽然不敢说一见钟情 但这一刻 单身多年的老本终于感受到内心 还有老鹿乱撞 跟年轻人共事 一度让他忘了自己的年龄 中午老本看到安迪的司机正在喝酒 而安迪马上就要进电梯离开 酒驾可不行 于是老本抢在安迪前面找到司机 告诉他要么你今天请假 要么我举报你喝酒 简单两句话保住了司机的工作 也让自己得到了更加了解安迪的机会 原来这个看起来雷厉风行的职场女强人 把全部精力都献给了工作 在车里短短的几分钟 应付了妈妈的问候 回复了客户的消息 还要远程协调公司大大小小的事情 很显然更新的总经理谈话并不顺利 他嘴上说着对方看待公司的眼光不行 实际上是在抵触要抢走他公司的人 老本把安迪送到家后安慰他 不要忘记是谁在一年内 把公司亲手带到200人的规模 很显然老本欣赏眼前这个女孩 事业上的成功给他带来了家庭的失败 安迪的丈夫辞掉工作带孩子 夫妻俩共同相处的时间 总有一人处于睡着的状态 可他就是不肯放下公司 第二天老本一早就来接安迪 丈夫说安迪还没起床 邀请他到家里坐坐 老本第一次见到男主内女主外的家庭 他很快就与女儿打成一片 而安迪看到突然出现的老本 显然有些不适应 在车里悄悄给人是不发短信 他要把老本调去其他岗位 因为他觉得老本太喜欢观察人 这让他很不自在 老本毫不知情 相反他越来越欣赏这女孩 安迪会亲自到仓库 教工人们如何包装产品 他知道一丝不苟的态度是成功的关键 老本会陪安迪加班到深夜 老板不走 他绝不下班 安迪都看在眼里并带来了夜宵 两人第一次以朋友的身份 进行工作以外的谈话 其实这间办公室是老本以前工作的地方 后来被安迪的创业公司租下 当年他就坐在靠窗的位置 四十年转瞬即逝 怪不得老本开车时对路况如此熟悉 他们仿佛忘掉了彼此的年龄 这次成熟的聊天 让安迪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舒适 把忙碌一天的安迪送回家 老本装作什么也没听到 安迪很默契地假装相信 这栋房子是他拼搏的洞里 一回到这里就让他感觉到付出都是值得 可每天晚上看到的丈夫都是睡眼朦胧 这一刻他明白 是时候分出一些时间给家人了 第二天一早司机换了个人 这才意识到是自己调走了老本 新司机不仅不认识路 还差点引起车祸 最后只能安迪自己开车 到公司后他赶紧找老本道歉 此时老本正给同时买咖啡 就这样 让老本得到了安迪的重用 不仅提拔他当自己的第一助理 还把他的工位调到离自己最近的地方 这一举动惹哭了女助理 他名牌大学毕业 同样为工作付出了青春 可安迪总是没注意到他的努力 反而差点被一个老头击走 老本对女孩表示理解 在公司的运营产生分歧时 老本站出来用数据告诉他们 咱们的广告投放与收入不成正比 还有很大优化空间 果然经验永不过时 最后老本还帮女助理美言几句 安迪心领神会的表示会重视他 两人不仅在工作中越来越有默契 生活中也成了无所不谈的好友 这天安迪喝得烂醉 老本递上自己的手帕 长久以来他都是别人眼中的成功女性 可成功带来的却是不美满的家庭 就算在拼命的工作 初衷都是为了家人 不如舍弃一点野心让两者达到平衡 这天老本接完安迪的女儿 看到安迪的丈夫上了其他女人的车 老本心里五味沉杂 他本可以装作视而不见 可偏偏蒙在鼓里的人是安迪 看到安迪丈夫对生活仍然有所憧憬 这让他更加纠结 70年的人生经验在这一刻 也解决不掉这个难题 面对活泼积极的安迪 老本实在难以招架 一肚子化憋得脸色通火 以至于安迪以为 是因为邀请老本一起出差 导致他有所为难 在飞往旧金山的飞机上 老本支支吾吾地想说些什么 但看到安迪充满期待的眼神 他又一次选择沉默 与其在工作中处理家事 不如制造一些快乐 在酒店里安迪主动邀请老本 来自己的房间聊天 两人卧席长谈 老本终于决定告诉他真相 没想到安迪先开了口 原来他早就看了丈夫的手机 但最近一直忙于找新总经理 根本没空处理家事 他认为是自己的成功 压制了对方的男子气概 可他不想放弃丈夫 曾经丈夫也是名牌大学毕业 甚至事业比他更前途无量 为了支持安迪的创业梦想 才辞职不佳 此次出差 就是希望找到一个 合适的总经理接管公司 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 待在家人身边 老本劝他坚持自己的事业 错的人明明是对方 你完全不必委屈求全 接受他的背叛 没有陪伴并不是他背叛你的理由 安迪何尝不理解 但一想到女儿 还有自己后半生 可能再也没有经历结婚 安迪陷入悲观的焦虑 老本告诉他 别把后半生想得那么糟糕 你能跟我和莫里 我会有空的地方 这一晚老本陪在安迪身边 这姑娘的坚强 与上镜惹得他老泪纵横 安迪念完新经理 脸上写满了高兴 这个人跟之前的不一样 他对公司的发展 有独到的见解 终于他可以放心地 把公司交出去 安迪回到家 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丈夫 没有拆穿对方的伪装 他还是希望通过新经理 修复濒临破碎的家庭 可在浴缸里 他想了又想 到头来还是舍不得 把自己的梦想交给外人 第二天安迪找上老本 为了这事老本也是一夜未免 他告诉安迪 之所以公司成功 是因为他的亲力亲为 和全心付出 如果让一个外人介入 公司的氛围和文化 都将改变 他不希望看到有人 拿走安迪的劳动成果 而这些话正好是安迪想听到的 回到公司后 安迪立刻打电话给新经理 想告诉他自己反悔了 而这时丈夫找到公司 他坦白了自己犯下的错误 在看到安迪蒸蒸日上的时候 迷失了自我 但得知安迪为了自己放弃公司的时候 才幡然醒悟 他希望安迪坚持自己的梦想 恳求安迪给他机会纠正这一切 安迪解开了新结 想把这个消息告诉老本 而老本已经不在公位上 他在公园找到正在打太极的老本 不需要他开口 老本已明白他想说的 最后两人在太极中 似乎暗示着安迪找到了平衡 影片至此结束 片中的老本之所以70岁还要工作 不是因为缺钱 人家一条领带就够我们一个月工资 只是因为在招聘单上看到安迪的公司 是曾经自己工作的地址 安迪一开始并不喜欢老本 招老年实习生只是给外界做做样子 但老本强大的人格魅力 身世丰富 高情商又深邃 一点点改变了安迪的认知 试问谁不想在人生关键时期 得到一个酒精风霜的老人 给予人生的指导 也是因为这份工作 老本认识了按摩师阿戴尔 两个惺惺相惜的灵魂约定 一起看黄昏 这也是开头所说的人生第二春 而安迪是少有的女性执掌企业 他告诉了我们男性 也可以当家庭富男 我们身处于一个淡化了 性别和年龄的时代 保持健康的身体和积极的心态 未来一切皆有可能 得云